转载400号作者,坑淡淡随着时间的推移,LPL下季赛的季后赛逐渐进入高潮,今天的一场焦点,大战中,RMG3比1,淘汰了本赛季表现强势的RW战队,在一次成功进击到了LPL季后赛的决赛里,而且这场比赛结束后,RMG也直接晋级。 到了今年度的英雄联盟S8世界总决赛,对于他们来说唯一的悬念,只剩下到底是1号种子,还是2号种子的身份参加世界赛,而他们今年的目标是大满贯,所以对于决赛来说,无论面对的是RG还是JDG已经进入世界赛的RMG已经会尽全力,今天其实RW并不是表现的不好, 相反季度想冲进冲棍而直接,获得世界赛入场圈的他们,今天几乎是涌尽了全力,但是RMG在输掉手之后,迅速改变战术进行应对,这也导致了后面三局比赛RW很难打出他们最擅长的战术和打法。 RMG赢在了战术的多样化,以及更强的各个选手手势力上,LATM今天忽然变成了彻彻底底的carry型上单。 不仅所有网友都莫名其妙的猛低了,就连对手阿光都没有赢对到,所以上路成为了今天RMG赢下比赛优势最大的一条线。 而COS在第二局地图登场后,7-4,4-0,6-0的三局战绩以及两个MVP已经不用多说什么了,各种带动节奏完全让RW无法招架,而RMG上野两人惊天无敌的发挥,将RW两度更换上野融化却无济于是,招呼在今天的比赛中几乎成为RW前期最大的针对点。 前期被抓的只能抹泪,但是无论是中期支援还是后期待见,然后在被针对的情况下,仍旧能打出carry级别的表现。 而第二局加里奥斯学帮UVI流人马刺杀更是让人印象深刻,明更是在多次的关键时刻带节奏开车,无所不能,保护也做得非常的慰。 对,这场比赛后被国外网友热烈议论,而这四个人更是被外国网友称为怪物。 正如网友所言,这支RNG之所以现在那么强,正是因为他们如今已经不单单依靠UVI了。 这些队员现在都是怪物,小胖子倒是小呵呵,得进了军赛和世界赛了。 无论怎么说,进入状态的RNG现在确实可怕,希望他们在世界赛上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吧。 对此大家怎么看,欢迎留言。